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讲了 第一种情况是 加速度A是T的函数 那我说加速度A是T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一度空间 所以我先把向量符号拿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 依照定义的话 加速度就是速度的变化量 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时间的函数 这边对时间为分的部分 我可以把 这个底T移到左边来 然后我们把它做积分 OK 那积分的部分的话 就是从时间T0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0 接到时间T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 OK 那它就是一个定积分 你也可以用不定积分 好 那不定积分的时候的话 就是DT DT就是等于DV 那我们说左边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看那个不定积分 左边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了在这里的 微分在积分的话 就是V-V0 OK 那这个是T的函数 你就去把它积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Vn是等于V0加上T0T ATDT 所以这积分上下线都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不定积分的时候呢 你积分上下线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这个积完以后 就加了一个C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知道的 这个速度的部分 那这也是T的函数 因为你积出来 就是T的函数 那再来我们说 我们已经知道 可能加速度 我可以把它表示成什么 位置的函数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举了一个 最常常你们看到的 这个弹簧的减血运动 就是属于加速度 是A呢 是等于负N分之KX 所以这个是加速度A 是位置的函数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你的加速度A 已经是X的函数了 那我依照加速度的定义 还是速度对时间的 但是我知道它是X的函数 所以我要求的V 应该也是X的函数 所以我们说 它是X的函数 如果你要对它底T直接为分 你应该是对X先为分 再对T为分 OK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比于X底T是什么 速度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速度 然后DV DX 那这是V的变数 函数 然后X 我把X放进来 搬到等号的左边 那就是等于VDV的部分 那我说两边取积分 你就可以得出来 这个当V0的时候 它是在X0 那当V的时候 抱歉 当V0的时候 因为这边是A 所以我说 当V0的时候 这边是X0 然后当V的时候 那它是到X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去把它计算 出来的情况 OK 那这是我们在 上个礼拜 已经 不是上个礼拜 就是星期三 已经举过的一个例子 那有同学 在课堂上 后面来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 那老师 那接着我怎么样去求 位置 跟什么的关系呢 我说你要求位置 跟什么的关系 我说 他说位置跟位置的关系 那 这个是不对的 对不对 因为位置不可能 是跟位置的关系 因为它是变数 这是函数 所以你可能是求的是什么 你希望去看到的可能是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这里面其实 我们在上一次 已经有讲过说 你可以再做一次 把V 是 V是 比X 比T 一样的方法 你就可以求出 位置对时间的关系 OK 那 在这里面 你求出来的 因为它是 X的函数 所以你求出来的结果是 速度 对 X的函数 那 我们说 你是求出来是 速度对 X的函数 那同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话 在这边 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知道 AX是 这个 时间的函数 那 我说我是可以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东西 是位置的函数的话 那这也是位置的函数 其实我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我把它直接移到 底下来 底T就变成底VX的AX 这是一个函数啊 你把它移过去 然后两边起积分 OK 有没有问题 有同学摇摇头 举个例子好了 OK 我说 如果AX 那我们刚刚上次已经讲过了 是负的N分之KX 它是X的函数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看到 我AX 其实是什么 速度 对时间的微分 那也就是负 KX 那位置是固定住的了 所以说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加速度是多少 你就非常的清楚在表示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好 那你现在 你把 我的 速度 直接从这边开始好 我说 2分之1KX0平方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上一堂课计算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我可以把它移向一下 2分之1MV平方是等2分之1KX平方 再把这个常数放进到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你看到其实这个是什么 我把它2分之1消掉 那V呢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根号 OK N分之KX平方 减X0平方 再加上 V0平方的开根号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V是什么 X的函数 对不对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 那你已经知道V是X的函数 你怎么去求 我们位置跟 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V 我们的定义 就是DX DT 那你现在你看到 针对这个定义来讲 我V已经是X的函数啊 那我把它放进来 加V0平方 就应该是等于DXDT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你要看到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微分是等于它 什么东西对T微分以后是等于它 那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是X的函数 这也是X的函数 所以你应该要把 X的函数的全部放在一边 就DT 就等于DXN分之 K X-X0 加上V0平方 那被DT微分 两边取G分 就出来了 出来的话 这边左边是什么 当T0的时候是X0 当T的时候是X 所以你这个出来就是XT的函数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哪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边是 很好 隔壁的同学一样的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 不管你从这样子的 你现在有几个变数 我们要描述运动 有A加速度 有速度 有位移 还有一个是时间 你这几个物理量 中间我们都希望去求得什么 它之间的关联性 在这个指点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在某一刻的时间 它的速度 速度位移 加速度 或者是 在某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速度 在某个位置的时候 OK 它的速度 它的加速度 那到达这个位置的时间是多少 那就要说 这几个物理量之间 它其实是很有关联性 但是 依照这个关联性的话 不管你知道哪个物理量 跟另外一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你都可以求出其他的物理量 好 那 再来的话 我们在这一堂 最后一个问题的部分 这是T 这是X 那就有可能 第三种情况 是A是速度的函数 OK 那A是速度的函数 其实这个东西是 情况是常常看到的 最简单的就是摩擦 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的话呢 其实 它就是一个 当你的速度越快的时候 你的空气阻力 阻力就会跟着越大 换句话说 你 可能 是你的 A是负 K V 那也有可能 你是 A是负 K V 平方 OK 那看你的 这个 指点是处在哪里 也许是在水里面 也许是在空气里面 那它的阻力就是跟你的速度相关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前面两个你会的时候 在这边你就不是大问题的 因为 一样的 我们把 A 定义 把它 写出来以后 那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 我说 A是V的函数 那 直接你已经看到了 A是V的函数 那 DV DT 那已经知道 A是V的函数了 OK 我们这边又是对DV 所以我们直接把DT 搬到左边来 DV A V OK 那 我们就对DT 做 左边 做积分 就出来了 好 那就直接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就把这个拿来当我们的例子好 我们说 假设 这个 是K 是K V 那现在你看到 DV 然后 AV AV 你把它带进来 然后两边起积分 当时间 当时间T0的时候 我的速度是B0 当时间到T的时候 我的速度是B 那左边积分 你们都很熟悉了 就是T-T0 OK 积分上下先带进去 那右边呢 因为K 是Constant OK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提出来 负 的K分之一 然后V 比V的积分 OK 那 这个你查积分表 就变成Log Log 的V Log 的V就是 这个就是 Log 以1 为对数 那 我们可以看到 你把积分上下线 带进去 就是V0 V 那就是负的K分之一的 Log V 除以V0 我把它再写一步好了 V -Log V 0 那也就是负的K分之一的Log V除以V0 我把它再写一步好了 V-Log V0 那也就是负的K分之一的Log 右边是T-T0 所以负K分之一Log 的V-V0 就等于T-T0 那把它移向过来 V-V0 就等于负的K T-T0 OK Log 本身 你们已经看 Log A是等于X的话 那A是等于什么 A等于什么 值X 对不对 那Log的 这个对数 如果A 是X的话 对 1的X 就等于A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符号 就是Log 所以现在你看到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V除以V0 就等于E Exponential -K T-T0 OK 那V呢 就等于V0 E-K T-T0 那你就看到了 我们得出来的结果 我的速度 随着时间的变化 是Exponential Decade 那 它的 在T0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0 那再衰减 好 所以 基本上面 它这边的原理 全部通通是一样的 好 那到这边的话 我们 一围的部分 应该是 已经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把 物体的运动的速度 加速度 跟这个 这个 位移的部分 已经 知道它怎么样去 计算它 或者是说 怎么样定义它了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 二维的问题 过三维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你从一维到二维 你会的时候 那三维只是维度增加一维而已 所以我们就以二维的部分 来 开始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扩展 开来 那首先呢 一样的部分 位移 好 速度 和加速度 这三样东西的话 因为你的维数 扩大 那我们说一个物体 在 这个 二度空间里面 它在运动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这个物体 它的轨迹 可以 那我可以看到 在二度空间里面 SY这个就是我的参考坐标系统 我必须要先把原点定出来 那 那物体的运动的时候 它在某一个位置上面 我们说它跟原点之间的关系 我都可以把它用向量R来表示 那每一点 那每一点 在这个位置 它是在另外一个时刻 可以R2 那或者说我是在T1时间 这个是T2时间 OK 那这是位置 位移的部分 那位移是什么样呢 我们在之前已经也知道说 其实R我是可以把它 表示成这个直角坐标系统 它就是变成是在I方向跟J方向分别投影 就是X跟Y来表示 那在直点的运动过程当中 任何一点它都有一个速度V OK 那这是V1 这是V2 那我说 一个部分是 当时间T1的时候 它是V1 当时间T2的时候 它已经到达V2的时候 那V本身 我也可以把它用 它投影在X平面 X方向上面 跟Y方向上面 那你去把它分开来 就变成两个分量的情况之下 那加速度A 一样的方法 也可以分为两个分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用直角坐标系统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 其实 我只要对X的方向 因为它都是固定的 那我就可以针对X方向去看它的什么 速度的变化 加速度的速度 位移的变化就是速度 速度的变化就是它的加速度 那也针对Y方向去看它 那这是你们常常 拿来做这个问题 这个分析的一个方法 那我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在 这个SY平面上面 我说在SY平面上面 从原点 抛射一个物体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物体的轨迹 OK 那当你在做抛体运动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每一点的速度 跟加速度 跟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就可以把它分成S軸 跟Y軸来看待 那你们也很熟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抛体运动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熟悉 因为这是你们在接触 接触这个运动学里面 大家都会了解的 那我都可以知道说 当我的速度 V0的 Initial的速度 V0 那我的抛射脚 是C大脚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那我自然而然 我就可以把我的速度 V 呢 化成是V0 Cosin Th I 方向 跟V0的Sin Th 这一方向 这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那在抛射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都知道说 它随时随地 都受到一个 地球万有引力 地球万有引力 给它的一个影响 G 这是你们都已经知道的 那换句话说 你的加速度A 你现在要怎么表示它 是等于收到 哪个方向 那 抛Y的方向 抛G J的方向 OK 那在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X方向是什么 的加速度是 Y方向的加速度是 抛G的情况 所以 从这两个 关系里面 依照我们 上一堂课 所讲的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加速度A 那你已经知道速度 那我们说 我们要去求 任何时刻的位移的部分的话 那 位置对时间的 这个就是 我们在一度空间的 那你现在是在二度空间 在二度空间的时候 现在变成是什么 抵R 对抵T的微分 就是我的速度 那换句话说 我的速度V 我实际上 是可以把它写成 DxDt的I方向 加DyDt的J方向 那 这个 就是我的Vx 那这一项呢 就是我的Vy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已经知道 Vx是等于DxDt的话 那 在这边我们也知道 Vx是等于V0的cos 那VyC 那Vy呢 那Vy呢 就等于V0的CyC 这是 Initial的Condition 换句话说 在时间T等于0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它是这样子 那我把T等于0 这个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看到的是 速度对时间的部分的话 VxVy我们知道 那加速度一样的情况 那加速度一样的情况 我说加速度的情况 呢 是等于DvDt 那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现在V 是变成 在I方向是Vx 在J方向是Vy 所以你现在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A方向的加速度 这个呢 就是我们V方向的 Y方向的加速度 换句话说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成 I的AX加C的AY OK 这个 都是你们熟悉的 那我们看 以这个例子来看待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把它应用过来 那我们马上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我说 对这个例子来讲 时间T等于0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它的速度 那我也知道 这整个运动过程 我的加速度 是只有在A方向 在Y方向 X方向是等于0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DvDt 它是等于0的 因为速度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换句话说 VX方向 的运动是什么 它速度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就是等速度运动 它是一个定值 那这个定值等于多少 就跟它的起始条件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 它在时间T等于0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0cosθ 所以这个定值一定不会改变 可以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那VXT等于0的时候 是V0cosθ 所以你可以看到VXT 任何时刻的时候 它保持V0cosθ 这已经我们看到了 那Y方向的部分呢 你已经知道它是等负G OK 所以 我们马上看到VYD 就等负GDT 那两边去积分 当时间T0的时候 你是VY0 当时间T的时候是VY 所以左边的话是VY -VY0 那右边呢 G是常数啦 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就等于T0T 换句话讲 这就是负GDT-T0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VY呢 就等VY0 减掉G T-T0 OK 那T0是等于0的时候 VY0 那VY0 是等于V0 3C 我们已经告诉你 那VY0 那时间T等于0的是V03C 所以 你马上看到的一个 这个T等于0的时候 那它是等于V03C 所以我们看到VY 所以我们看到VY 就等于V0的3C 所以我们看到VY 就等于V0的3C OK 那其實就是我們整個的一個結果 那同樣的情況 我們看到 你已經知道速度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回來 我們要知道它的位移的關係 那dV是等於dxdT 那Vx你已經知道了 是等於V0cosθ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等於V0cosθ 那很簡單的 你馬上知道x是等於什麼 x就是等於V0cosθ乘上T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要再加上一個什麼 常數 這個常數為什麼會有加上常數 因為它就是什麼 不定積分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你把它比較嚴謹寫成定積分 就是等於dx就等於V0cosθ 那dtr 這個是定值 所以我們可以擠分好外面 那就變成T0到t x0到x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就變成 x-x0 就等於V0cosθ t-x0 ok 這個常數 基本上就是 當時間T0的時候 它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initial condition 你要決定的 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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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 當時間T0 t0是等於0的時候 x就等於x0 x0加上V0cosθ乘上T 也就是這個為什麼會有一個常數的一個line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不定積分的常數 好 這是x方向 你了解的 那v方向 依照我們的情況 y方向的部分 ok 我們現在 y方向的部分 就是vy 就是dy dt 那 y方向呢 我們也知道 我們計算出來的是 v0 sinθ 減掉gt ok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的是 你現在這邊都是 t的函數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底t把它搬過來 所以底y 就等於v0 sinθ 減gt 然後等於dt 同學們 記住的一件事情 現在都用你熟悉的例子 然後用你不熟悉的微積分 再引引導你進來 所以 不要以為說 老師這個我都已經會了 我幹嘛用你那麼麻煩的東西去算它 現在就是用你會的東西 用你不會的方法去把它做出來 當你下一次的例子是你沒看過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同樣的技巧把它弄出來了 這樣了解嗎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話 就變成 你現在時間t 0的時候 你的位置是y0 到時間t的時候 位置是y 那我們可以看到 y-y0 就等於什麼 這個是常數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v0 sin 然後dt 減掉g tdt 這是t0 t 我把它一步一步 因為你們都是初學 sin 然後這個積分就是t-t 然後減掉2分之1的g t平方 基本上下線帶進去就是t0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t0 我們已經 在之前已經令它 t0是等於0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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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當t0 是等於0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y是等於y0 再加上v0 sin t0 再減掉2分之1 t平方 這也是你熟悉的東西了 ok 好 好 他有沒有問題 好 可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是你非常熟悉的一個例子 然後我們用我們 先來的方法 我們把它 carry out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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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